跟夜水接觸到程序 他們中部電展上的演示 或是說你很目的 那胡老師跟他有 也有信對 我知道他進了中任 那進了中任之後 因為那時候我還在修課 不過那時候是偶爾殘船 那邊穿滿行道 就沒有修到胡老師的課 就有點遺憾 不過我一直很敬佩胡老師的幹勁 就是他一直很努力 做他想要做自己 那對我影響最重要的是胡老師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我的指導老師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因為一日為師 那學生就要顧他看 那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胡老師就一空面來 第一次幫忙 然後結果去年幫忙 然後今年我說 快到了 沒問題了 結果在上個月裡 又來一空醫院 但是 在這次過程中 當然是 就是胡老師 為了我這邊的請求幫忙 我是盡了母力 不過胡老師真的 幫了最大的忙 那我再順便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 跟隱身他這樣這邊的一個 原因是說 我跟陳順教老師 其實也有個想約 那怎麼說呢 因為我跟他算是一個 不跑無縁的結局 可能要怎麼說 因為在去年年中的時候 我到事情去徵寫服務班的時候 然後就 陳順教老師 我跟陳順教老師 還有陳順教老師 是口事委員 那口事委員說 跟他講講 結果出來 被取得 那被取得 那當然就是 就是無縁的結局 那我這邊引申出來說 因為我覺得說 不同領域的人 要去對話 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舉例來說 如果老師請我幫忙的時候 那我就跟我長官講說 那個 丟死清華仔協會 有一個就是希望我們贊助的 他說 那幹嘛的 蛤 那對話真的很困難 那像這個很對話很困難說 那不同領域的對話很困難說 那我這也是說 因為當然在做很多都是老師 因為現在會有情況發展之下 有說你們的領域也是大家 可是在不同領域 尤其對我們都是載體 有沒有 你的傳播在上面跑的時候 我是一個載體的時候 你怎麼去看待我的這一群人 怎麼說呢 其實世新有一個領域 我很有興趣 傳播歌器 世新社會的發展 他說傳播歌器 我本人是電信的領域 還有華麗的領域 那在電信也 應該說從事很多年 那這次領域讓我說 我去外面可以坐樓車 可是我發現我去的時候 我講的話 他們好像都聽不懂 真的聽不懂 然後他們講的話 我還聽得懂 為什麼 因為羅老師最近把教的 我搶你 我還聽得懂他們講什麼 可是沒有用啊 因為他們要聽得懂我的話 那去年 就是貝錄的領域說 Happy Ending 我不玩 因為為什麼 我去世新嘗試了五年 可是五年每次都背背背背背 就是背不到正 所以說在這時候我會覺得說 因為在這載體的時候 我希望說各位 因為大家都是 不管你是上面的傳播內容 或是我是再一點再講 我們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我要看到明年的太陽 可是呢 那我們怎麼樣去發展 怎麼去看 因為各位可能看到說 你現象已經有了 就是你們再去研究 啊為什麼發生這種現象 可是我這邊看了 可會比較 比較前述一點的 舉例來說 大家知道Netflix 對不對 好啦 現在Netflix 要到台灣來了 我們知道 那他們的 影響 我們也知道 那他們的影響呢 我們長官們也不知道 那你說等到進來之後 整個台灣都要攪亂了 那一些都重新要重溫 爬起 或是快要這樣 也要被影響快要倒的時候 你在研究有沒有 就是我是說 可能各位 老師或是各位 曾經 如果說你有機會 不要 不要機會去跟我們一些 災體去接觸 別這樣子 畢竟我們對以後 才有 才有發展 那我們常常消脫 其實中華電信的形象應該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一直在 跟軍管機關的 看別的理由是說 如果你現在一直在 在管制我們說 我們想問你一句話 以後誰代表 台灣出去打台灣盾 因爲 英克戀者 在國洛國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辦法去抵抗 那你之後你回家進來 我也沒辦法抵抗 可是呢 我只能要對 對我們國家 對影響會比較少的時候 我們這一區的這個是 他們一輩子的電信這個領域的時候 他們是很沒辦法去思考 說 大家所care那種文化的侵略 或是那種 那種 人被刨掉那種感覺 他沒辦法去想像 所以說我這邊是想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我們可以多多 就是溝通一下也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怕 剛才羅老師講話講到 沒有什麼失敗的意思 就是說 我又怕明年的冬天 那我講話講 謝謝 謝謝大家 你一定有怕 明年的冬天 你最近跳起了 最近跳起了 老老師 我終於知道你 知道學生的厲害 那個本來 林經理是說 不要講 不然我們就講幾句 他沒想答應 我發現 他口才口落選擇 都不只講幾句 謝謝 那個中華定義很希望大家 多多跟他溝通 他們也很樂意跟大家溝通 那那個 剛才阿孝老師 還已經清點了 這個正在那裡 正秉秉 部分 這個番書如 這個 這個榮幸兄 榮幸兄的報導者 是不是輸了 預定 預定 各位 差兩天 知道了 懂了 按讚一定要懂了 來請 榮幸兄 謝謝